神曲 高山流水 蜜之音 神曲之音天正有 人家纳德几回文 古人常将那些天籁之音称作神曲 其实神曲还是一位常见的中药名称 它可是中华传统消食良药 话说随唐时期 长安城内通音律者甚多 有位名叫云雅的音痴 从外地来自徐蜜之音 云雅自有学情 精通古琴演奏技法 然而此时皇城宫廷内普遍流行 艳月歌舞 而琴风烧落 云雅郁郁不得志 归隐于郊外竹林 它时常俯琴感慨 一曲甘长断 天涯何处密之音 一日 云雅在林中小屋内含奏风雷影 呼闻窗外传来阵阵消声 似于情声相喝 默契非常 刹那间 竹林间自有雷声隆隆 风声萧萧 最终欲过天起 云雅学艺至今 从未如此酣畅凝离 感冒出寻找知音 只见临终大事仗 盆腿坐着一位白衣男子 正在擦拭欲消 二人见面会心一笑 皆有知音之感 此后云雅紫风便应居一词 情消合奏 好不快活 然而好景不长 一日 云雅肚内饥食 上吐下泻 舌台泛白 浑身法力 哪还有力气弹琴 紫风健壮 从怀中取出一小块方形的药物 给云雅服用 云雅连服了三天后 竟然神奇的痊愈了 他问起紫风 此药何名 竟如此神奇 紫风言道 此药名为神曲 云雅赞道 好个神曲 此药当助你我合奏出 旷世神曲 神曲又叫六神曲 即为肝 心 温 龟 皮 胃 精 六神曲之名实在于 药性论 它是由青薅 辣鸟 苍蝉草 吃小豆 苦心仁 面粉 火肤皮 六种原料药 经天然发酵加工而成的中药取剂 具有健脾和味 消失化肌的功效 常用于饮食停滞 消化不良 晚复胀买 食欲不振 呕吐泄力等症 一记神曲全身清 高山流水蜜之音 若您最近食欲不振 消化不良的话 来些神曲吧 保证取重病除 了 工夫 材种 按针 骝 钱 这 竹 好的 请 打